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生区公所 松山之恋 幸福放送单身联谊活动 结合了猫空 猫懒及动物园寻宝等联谊活动 让参加者分享彼此的价值观 创造两人配对的机会 活动当日就成功配对了13对粮元 未婚男女们主成小队在动物园解密寻宝一起烧脑 进而认识彼此 还有搭乘猫懒 共赏猫空美景 同时享用茶香特色餐点 松山区公所 松山之恋 幸福放送单身联谊活动 呼应市民期盼 加开一般林场次 结合猫空猫懒 以及动物园寻宝等联谊活动 让参加者分享彼此的价值观 创造两人配对的机会 活动当日更成功配对了13对粮元 在这个动物园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今年办了两场 以前都会在中山 那今年两场都到园区来了 一场是到这个中山 那一场就是到我们家这里 那我们希望呢 大家透过这样子的一整天的一个户外的行程 可以认识更多更多的朋友 那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找到密定的另一半 那今天整个活动过程也会送我们持有宫 松山持有宫的爱情所 那那个爱情所我也给大家带来好运 那刚刚整个过程当中呢 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人其实非常的好 也在透过这个过程里面跟隔壁的另一半呢 好好的聊聊天 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过程里面 好好的认识各样的这个朋友们 那相信呢 今天大家就会收贡满满 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利成功 谢谢 区长游竹萍表示 近年来结婚年龄逐渐提高 未落实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单身联谊一直是松山区公所重要的推广活动 大家参与意愿也非常高 一开始报名就呈现秒杀状态 8月6号在林安泰古厕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也成功配对十一对良缘 成果显著 这个季度区公所登记的 有没有什么大奖 这个大奖的部分我们都有准备着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做登记的话 这个部分工作随时控制我们 然后到这个顾身区公所之下的别四楼 可以马上做登记 登记完了之后呢 如果这个有更好的爱情决心 市政府有很幽会的这个参观措施 都可以处理 那待会呢 你们有一个这个演书 是我们松山公寺国际的演书 你们和大家加一下 那工作有相当多的活动 有些续的话都可以来参加 那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个 虚花 虚极的口罩 那也是大家到时候就是可以 我们每一区都有虚花 那在松山区的部分是虚极 那影响还蛮不太多 那欢迎大家给这个活动的使用 然后参加公寺的特效活动 谢谢 为鼓励参加者能积极延续缘分 松山区十三庄信仰中心 财团法人台北市松山持幼宫 也特别为单身联谊参与者 准备特制爱情锁 并祝福大家幸福解锁爱情营门 再大喊一声松山区 好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根据卫福部统计数据显示 近年来的家暴通报案件持续成长 2021年家暴通报案件数 就逼近了15万件啊 为了呼吁民众关注家暴的议题 现代妇女基金会特别邀请袖珍模型设计 创作家黄丰兰 创作家暴家庭的袖珍模型 让民众了解受害者所处的情境 即日起捐款518用爱守护 满额就如刚刚心灵所说的 可以得到限量呼呼的疗愈组 让可爱的呼呼可以陪伴每一个需要的时刻 为了呼吁民众关注家暴议题 现代妇女基金会特别邀请金钟侍后 中心灵担任工艺大使 并与袖珍模型设计创作家黄丰兰 共同揭晓以家暴为主题的袖珍模型 象征揭开家暴家庭门后隐匿的真相 真的在跟现代妇女基金会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 这真的是他们的个案 就是他们去那个 就是很多个案 然后看到的那些状况 而且其实真的非常生活 包括比如说里头真的什么电风扇 然后什么摇翼 然后椅子可能断掉或破掉 然后吃过的泡面那些零食包 我觉得这东西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活的 可是其实你会发现 哇 原来一强之隔有这么多的故事 然后其实真的加起来有本难念的经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的家庭 有多么的幸福平安美满 其实真的都有一些问题 可是我觉得真的如果到身体是被受伤 就是受伤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是真的或许需要走出来 或是需要给一些支持跟鼓励 它也是3D就是列印出来 可是我们特别把它割破 然后就是他们我想成说 大人就是拿着衣架打小孩 所以衣架也是歪七牛八的 然后就是沙土喷得到处 然后这个窗就是地毯 地毯我们就故意用一些油脂 油脂啊水啊 然后火烧的感觉 然后就是小朋友的玩具也丢得到处都是 这次很高兴可以跟现代妇女基金会 做这样子的联合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算公益的一个建制 这种家暴案件的一个场景 所以在我们过往这些温暖的场景里头 现在要把它做成 特别是家暴的那种背景 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困难 因为他要把它做新之后再把它弄旧 再把它做破这样子 那我刚刚听到那个心灵这边的看到 这模型的第一感觉 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就是他自己不是这一行的了解者 可是他第一直觉 这对我们来讲是最直接鼓舞的一种力量 所以就代表说我们 其实未来像这样子这么好的一种事情 我们应该社会大众要更加支持鼓励这样子 对然后可以让就是台湾的这些 家暴的这些孩子或大人们 让他们有一个很健全的家庭 对但是我们一点点的力量 其实可以影响一个家庭 一个孩子的一生 这个模型其实很多默默的无名英雄 赞助我们一直让这个计划可以前进 对那我非常感谢这些 我的这些学生的家长朋友 他们不计其数的在后面一直支持我们 做这样的善的好事 那这一次的话我们请黄峰南老师来 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模型 然后一个家暴发生以后 家里的情况产生了一个变化 跟他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对每一个人心到底有没有一些的刺激 或是一些的感动 或者是一些的认知 那这个这样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原来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打闹的过程 甚至有这样比较激烈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肢体语言的时候 那可能家里面的东倒西歪 让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可能产生了一种一种没有安全感 然后呢夫妻之间可能 虽然可能将来还会把它重新整理 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肢体永远是 然后落在这个孩子的脑海里面 为了支持家暴防治的518用爱守护计划 三商加购也透过旗下的美联社 新仆市集举办活动 共募集了78万3千元 捐赠给现代妇女基金会 协助受报家庭 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忍受暴力 那我们也不能漠视暴力 商业加购旗下其实有美联社幸福市集 甚至还有一个TOMOS药装店 加起来全省有800多个点 那我们的员工跟顾客 嘴大部分都是女性 所以我们更责无旁贷的 应该要跟基金会站在一起 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这次的捐款其实只是抛砖领域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加入这个活动 那我们也共同来呼吁 518这个活动 我们要一直来支持 现代妇女基金会 常年从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根据卫福部统计数据显示 家暴通报案件持续成长 2021年家暴的通报案件数 逼近15万件 因此担任公益大使的金钟市后 钟欣林也呼吁大众能伸出援手 响应捐款赠呼呼好礼活动 来帮助受报家庭 就是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跟现代妇女基金会合作 因为就是一个518用爱守护行动 我拿出来说什么是518 就是扶一把的意思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觉得可以扶一把 然后让自己都是旁边的人的慰藉 对就是我们可以是别人的呼呼熊 然后其实金额也没有说要很大或什么 但是我觉得那份心意 我们就其实会满满的感受得到 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现代妇女基金会 518用爱守护行动 那只要我们有一分的关心 当我们听到或是看到一些的迹象的时候 我们可能打113这样的一个案 或110可以来把这个通报警察 那可以来把这个案子先暂时的制止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在第二个再站出来 我们来挤大家的力量 透过我们像我们类似的公益团体 我们基金会来帮助这些的妇女 来重新的站起来 那大部分的妇女 她们都是受到这个经济的控制 所以要走出去是很难的 那很难的时候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社会公益团体的话 那可以来帮助她 现代妇女基金会也期盼在各界串联携手下 一起来协助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任何微小的支持都能给予受暴者勇气 帮助她们走出家暴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中原普渡后 台北市内湖区贵族工连接在地的资源 和各界的圣星人士 将爱心物资捐赠给弱氏族群 现场温馨满满 叠满满的白米与物资 打开箱子可以看到里面有满满的日常食品 这些中原普渡后集结起来的物资 由台北市内湖区贵族工与各界善心人士 将爱心物资整合 要来分送给弱氏族群 其实内湖的华山基金会 已经跟贵族工 已经长年都有做这样子的捐赠仪式 每年的普渡物资 基本上贵族工都会捐赠 内湖的弱势长辈使用 然后今天我们这边受证的物资 我们会一一的送到我们这些 服务中的长辈家中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中秋节之前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温暖和爱心 这些物资一般都是华山基金会 内湖服务中的长辈 就是65岁以上三四的长辈 就是失能失智跟失医 然后因为他们可能是一些经济弱势 所以这些物资对他们来说 其实帮助都很大 每年举办的公益专政活动 由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李燕秀担任召集人 结合内湖贵主公与善心人士将内湖在地资源串联成网 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 我们这个活动是107年 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年 刚开始是由贵主公 以及我个人发起一起合作 那当时我们把每一年 普度的贡品还有所有社会人士的爱心 刚开始是集中在农民之家 给一些独居的长者 还有照顾一些农民农眷 但是后来每一年增加的团体越来越多 爱心善心的人士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可以照顾到更多的受政单位 那也希望这样的爱心可以不断推广下去 让外界知道台湾人的爱是无所不在的 今年的情况是我们个别募集了更多的物资 大家看到后面这整排的物资 还有我们有更多的受政团 一共有五个受政团体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希望每一年可以受政单位越来越多 那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也可以募集更多的物资 也谢谢周遭刚才有好几个公庙一起 我们周遭土地公庙也都一起响应这个活动 所以也不单是我们贵族公办 贵族公整合我们附近周遭的所有的公庙 以及社会人士善心的爱心 把这个活动越办越成功 你也希望可以照顾到有需要的人 因为我们从107年到现在 那我们这个公其实是很久了 对 也是在地的 那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做大山脚 那大山脚涵盖了很多里 所以我们这个土地公已经非常非常久 那我们从107年跟李彦秀女士一起合办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让我们这个庙可以真正在地做到我们想要服务的人 让需要真的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物资 让这些物资都是不浪费的 那我们这样子呢可以真正的发挥到土地公的照顾地方的这个职责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呢 我们的委员呢都非常的协助 那我们在地的 我们在地的乡亲呢 对于这样的活动也感到呢 非常的荣耀 因为我们可以真正帮助到我们在地很多 穷困的人 因为这一次是由贵族公然后邀请我们卢州奉安公来参加这个圣举 那希望说我们把这些物资送给这些需要爱心的这些团体 我们希望我们奉安公可以帮助到他们 现场一片和乐融融 不仅收受者开心 试育者也更有福 期盼这样的善举能广布到每个角落持续传爱 我们的爱永远都存在 我们继续办下去 OK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中家宽平攜手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今年持续举办媒体素养营为期三天的应对课程 邀请专业讲师针对媒体现况及如何经营自媒体 更透露实作课程让学员针对各种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进而了解媒体试读的重要性 学员们制作podcast探讨青少年使用社区媒体的习惯 或是针对陪洛西访台调查民众的看法 中家宽平攜手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今年持续举办媒体素养营 为期三天的应对课程邀请专业讲师针对媒体现况 以及如何经营自媒体产制内容 更透过实作课程让学员针对各种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 进而了解媒体试读的重要性 这三天的课程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实作的环节会让我印象蛮深刻 因为我们可能大部分在学校 就是我们可能公民课会上到一些比较浅的知识 那我们今天整个营队的设计就是让我们在第一天 会学到一些更深入 更媒体更深入的一些知识 然后后面再去增加许多实作课程 那我们是做Podcast的部分 那我们的主题会举焦在我们青少年的IG Instagram的使用习惯 对 那我们就会主要探讨说 IG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 它用了什么样的策略来让我们青少年是会沉迷在它上面 那这样子的一个沉迷又对我们的 不管是生活方面或是心理方面 或者是社交方面也好 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我们前两天会有人演讲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第一天的 他来演讲的题目是 媒体试读 然后 然后他有演讲一些像是 媒体试读这件事为什么很重要 还有我们要如何去判读 几件事背后的资讯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般来说我们用社交媒体都是处于休闲娱乐 所以不会特别去关注到说 我们用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带来什么的 就是不好的东西 但是经过就是在这个营队就是学习到更多 比如说它的演变历史啊 或者是它曾经带来的一些大的事件 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 它的传播力量是非常的大 而且有时候是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是远超过我们当时可能就转发一则帖文 或者是就说一个我们刚拿到的讯息 我们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 但是其实它的力量很大 而且就是会造成的影响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想要就是告诉大家 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其实三天的营队课程 第一天比较是安排就是一些理论 还有现在的一些媒体现况的介绍 所以我们请了三位的讲师 来帮这些高中生上课 那这些可能是他在学校比较接触不到的 那我们第二天的话 我们就是有游玩桌游 然后进行一些讨论 那下午 因为我们这次营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透过实作让他们去 对他们自己有兴趣的议题更加的了解 所以第二天我们也教了一些探究的步骤工具方法 然后以及实作可能各种多元的可能性 比如说他们可以制作Podcast 他们可以是自媒体 然后制作懒人包 或是制作海报等等的 那其实第三天的课程整个就是在进行实作 然后我们最后也会一个发表 然后让同才之间互相讨论跟评价这样子 因为其实他们都大多是对就是传播媒体是好奇的 那其实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次的实作 会让他们更加的去深入的了解自己有兴趣的主题嘛 那我们其实发现这次蛮多小朋友 他们讨论的是社群媒体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那这也让我们发现其实素养是很生活化的 然后透过这次的营队 其实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些青少年 他们的媒体使用习惯 营队课程中还安排学员们体验美观基金会设计的选情风向球 媒体素养桌游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学员们辨别选举中的各种假讯息 这那个桌游是主要是有几个候选人嘛 然后我们通过去分享那个天文 去看他的知名度啊 或者是他有人喜欢他或不喜欢他 然后就是中间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是假新闻嘛 有一些是要经过查询后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然后在这中间我们可能其实传播了很多假新闻 导致有一些人的名声下降或者是上升 所以就会发现说 其实以后看到这些特别是政治啊这种东西 我们其实就需要去就是真的看清那个事实 才能做好判断 否则我们不可以随便看到一则讯息 就认定他是真的 那因为我们这次玩的那个桌游 其实主要是让他们去判断卡牌的真假 然后跟风向然后去分享这些卡牌 那我们的队府其实有观察到 一开始学生看讯息是还蛮无所适从的 然后就可能单纯去把讯息念出来 但后来他们发现随着游戏的进行 开始学生会去注意到这个讯息 他是哪个界面的 然后里面有些数字 他就会去质疑说这些数字或是这个来源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桌游 还蛮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先从试读的细节开始 然后我觉得这是媒体数量的第一步 本次媒体素养营以高中职学生为对象 活动中学员们热烈参与讨论 积极发表意见 钟家宽平也期盼与美观基金会合作 举办的营对活动 加深年轻学子的媒体素养 在数位化时代做个聪明的月庭人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中秋节快到了 仁安基金会将在全台举办 韩式庆中秋的活动分时分流发放中秋就业包 鼓励韩式振作并提前陪伴过节 基金会更邀请艺人张丽昂 亲自为韩式刮糊整理一容 判韩式体面增加就业机会 同时也后周社会大众一起来响应 支持仁安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艺人张丽昂在韩式阿龙的脸上挤上刮胡炮 小心翼翼的为阿龙刮胡子 患有轻度智能障碍的阿龙 因收入不稳无法分担家计而遭到父亲赶出家门 现在长期协助平安站厨房工作 希望未来经济稳定 能鼓起勇气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 仁安基金会韩式庆中秋活动 邀请艺人张丽昂亲自为韩式刮糊整理一容 判韩式体面增加就业机会 同时号召社会大众一起响应 刚刚一开始就是要刮的时候 就是会担心 因为我自己的话是胡子的话我会 就是刮自己的胡子你会知道它是会不会痛吗 是 那就会担心会不会弄痛阿龙哥 其实之前就有说过 韩式的邀请 那当时就先去了解一下韩式的背景 但是当时很可惜啦 就是因为我有工作的关系 所以没有机会可以参与 那这次在收到仁安基金会的邀请的时候 我就非常高兴地答应 然后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庆祝中秋节 然后为大家尽一份心力 中秋就业包除了月饼柚子等应节礼品更提供修容组 让韩式整理移容 保持卫生清洁 配合仁安就业辅导创新方案 驻韩式重返职场 顺利就业 体面迎中秋 韩式庆祝中秋会发放一个所谓的就业包 发给全台 就业包 对6500名的弱势朋友 然后也想请立昂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里面 到底有哪些东西 其实真的还蛮丰富的 那这次呢 中秋节会发放这个就业包 这次确定已经是会发放给1500个 6000个 对全台 全台有6000个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包 是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韩式们呢 能够开心的庆祝中秋节的时候 同时也能够穿的体面 然后找到工作 那里面有中秋节的柚子 哦里面其实东西很多 这是一件卫生衣 是的 然后月饼 嘿没错 中秋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温暖的节日 所以就是柚子跟月饼是一定必要的 还有口罩 那再来就是一些盥洗的用品 包括牙刷 牙刷 牙膏 然后 还有这个是香皂 是香皂 酒精擦 然后刮骨刀 以及毛巾 还有矿泉水 然后这次呢 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修容组 那这个修容组呢 就可以在 呃 就是要去找工作之前可以 修指甲 然后有一个笔毛剪 是 对可以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弱势朋友可以 维护自身的清洁跟卫生 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跟这个所谓的就业包来 帮助我们的亲爱的朋友 可以就业顺利这样子 很好 在中秋佳节 民众与家人团圆的日子 仁安基金会希望透过每年举办中秋关怀活动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600 祝韩市就业顺利 支持中秋关怀服务 捐款600人 祝韩市就业顺利 在带您来看内湖区金湖里的里长反应 这个内湖区城公路5段45下 有停车乱向的问题 希望能够规划出停车位 市议员吴市政也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开 协助解决问题 那边有沉沙池 有排红的地方 上面有一段 那边也不能盖 那边下大雨的话 它水会下来 只有这一段可以把它弄 把它盖起来可以 画面现场是位于金湖里的 城公路5段45下 当地里长邱金波 向市议员吴市政反应 靠山坡的这一侧 希望其中有一段 能规划出停车位 避免停车乱象困扰居民 议员吴市政也邀请各单位 到现场进行会刊与讨论 就是这边的里面反应 说因为厂长这边 像说没有画红线 没有画格子 晚上半夜 那个警报器想 也不是找不到人 也不晓得怎么找 就是已经停很久了 就比如说不但银展观瞻 而且晚上吵到我们附近邻居 比如说半夜想的话 一直想到天亮 真的是防安宁 所以还是把它 拜托议员 把勾盖做得好 隔子化好 收费 有个提高周转率 而且比较好管理 大家都好 停车阁还是要收费 好管理 好管理 你现在勾盖 那现在里长想要做成水泥勾盖 那你们水利处没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所以它八米道路寒水沟 对寒水沟 水沟都把它变成道路 对 道路 装个水沟 那个是道路啦 八米 八米 八米寒水沟 那个都市计划图上面 是写八米道路 所以是寒水沟 好那个今天的结论 第一点 经现场会刊 路旁排水沟 经查证为道路用地 八米道路用地 水沟盖属新工处全管 另行由无缘办公室召集会刊 我在找新工处来做 第二点 水利处代表表示 如欲将榨板改为水泥柱面 水利处并无意见 OK 好 有没有要补充的 那个 停管可能下一次再 下一次再 下一次再表达意见就好了 对 所以政府做了这个 很深的这个排虹沟 那 我们今天跟你长来这边 就是希望说 因为 这边的确有停车的需求 停车的需求 那 但是这个榨板呢 会震动很吵 所以如果 既然有停车需求 那又是道路用地 应该可以把它改成 水泥铺 水泥铺面的这个水沟盖 让这个车子可以停在上面 那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 这个 排虹 排虹 排虹是可以看到那边是比较 比较低矮的地方 水会从那边出来 那并 距离长多年的观察 并不会从这个地方 可能后面比较浅 所以它不会从那边溢过来 不影响排虹 对 不影响排虹的前提之下 那 我们来看看 就说这个 里长 想要帮大家争取好一点的停车隔位 能不能可行 那今天确认的就是 这个 榨板呢 的宽度也是 道路的一部分 那道路是归新宫处管 那 水沟下面的结构体是水利处管 所以今天水利处来说 如果我们要 做上面 的盖子 要改 它没有意见 那 所以下一次就把这个道路主管机关 请来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做成铺面 对 这个 里长 帮助争取权益 那 兼顾防洪 兼顾停车 看能不能 两全其美 里长也感谢议员亲自到场会刊 关心区里大小事 协助解决停车问题 虽然这个是小小的事情 可是对我们 对我们里 对我们里内 对里民 是一个大事 因为 这不仅是说 关心到 他们的景观 因为有时候 有车子 放久了 会好像 看起来好像 影响四龙 因为好像飞机车 看起来好像影响四龙 所以 不仅 可以 不仅影响张关 而且会改变四龙 而且 停车需求 又 又周转率 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 还是议员 来帮忙 这样会比较好 我们都是 选民一票一票 选出来的 那 选民有什么需求 我们当然要尽量的 尽量的去服务 对 那 对 这我们的 我们的 做事风格 我们 我们是做事的 比较 虽然我以前也是记者 对啊 但是 我觉得 讲太多 还不如多做一点 对啊 对啊 所以 我的标语就是 政治就是要做正事 要做事 对 那 选民才会有感觉 欸 选你有选 对 有助来服务 这样子 透过议员与里长的相互配合 协调沟通市政府能够针对民众的需求 来进行规划改善 以进一步提升当地的生活品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台北市教育局推动元宇宙教育 在明轮高中办理台北市XR艺术展开幕 即元宇宙车起航仪式 虚实有趣的艺术展及巡回车首站展示 提供学生沉浸式的元宇宙体验 这位同学 你们要说什么 元宇宙巡回推广车正式起航 首站停靠在台北市明轮高中 配备AR眼镜VR头盔及iPad等型设备 引导学生了解元宇宙提供沉浸式体验 8月开放各校申请 让师生坚能及时掌握 新兴科技发展趋势及先进技术 培养未来元世代优质跨域数位人才 台北市从111年1月发布了元宇宙教育计划 总体计划我们从三个面向三个主轴 七大策略来实施 分别是教师专业成长 学生学习跟环境智慧的一个优化 首先在教师专业成长方面 我们已经办完了我们236校 所有的校长跟主任的科技领导研席 我们也培育了总共544位元宇宙的教师 我们也补助了有23校 申请元宇宙的教育专业学设程之外 我们接下来也会即将开展 高中大博享15个单元的元宇宙教材 其次我们也进行了教师的VR教材的征选 有鉴于过往的一些VR教材 比较没有办法贴近老师的教学使用 我们征选出了高中、国中、国小三套 我们会进行公司协力来开发 让全市的学校都可以来使用 另外在学生学习方面 今年一共有26所学校 已经申请到元宇宙教育融入课程 他们会在111学年度融入各领域课程 每校大概会有6到18堂的课程 分为基础的跟进阶的 另外在人工智慧方面 今年我们在AI教育方面跟鸿海合作 我们推出了国中的AI模组化课程之外 我们高中的AI专班 在北四科学校也从原本的一校中正高中 另外增加到三校 这个百零高中跟我们的这个 明良林高中 形成一个AI高中的一个三角 那另外我们在今年的8月也即将 产出我们的这个量子电脑的一个教材 高中量子电脑科技的教材 那接着呢我们的资讯素权与人力 刚才有提过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是第四版 即将在做第五版 我们会把元宇宙、NFT 还有区块链等等新兴议题融入其中 另外在学生学习方面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这个竞赛的部分 我们支通讯大赛 从以往的这个基督型机器人 我们在今年也都延伸到了四组 基督型、人型、无人机 还有我们的这个机关达人的比赛 我们这次也让这个资讯科技 跟人文做一个很完美的跨域 我们扮演这个AR的创作竞赛 各位嘉宾等一下可以到我们明轮高中一郎 去欣赏我们学生的这个艺术创作 会动的这个艺术创作 那我们也推出了全国第一台的元宇宙巡回车 将在111学年度到150所学校 来去做一个巡回 最后是我们环境优化的部分 我们随着5G网络的发展 我们会帮助学校来建构一个VR的一个教育环境之外 我们也会帮助各校建置360度环境的一个 学校的一个介绍 最后我们希望教育齐航元宇宙 让科技时代任劳游 让台北市成为我们未来人才的摇来 另外教育局结合咨询科技与艺术创作 办理元宇宙文化艺术创作竞赛 参赛学生运用AR技术 让自己的艺术作品动起来 艺术展也将展出56幅作品 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剪一上手的东西 当然也有其他高手画的 这个是博爱国小 同彩以及小朋友画的 石牌国中的团队齐天大胜展常才 这是我们的AR作品 校园植物高通会 台北市长柯文哲及教育局长曾灿金 也进行元宇宙XR艺术展开幕活动及体验 见证元宇宙教育总体计划 透过课程竞赛及宣导活动接近元宇宙 市长也为台北市自动训应用大赛 元宇宙文化艺术创作竞赛 及VR教材征选竞赛颁奖 台北市的教育能够活生活发 非常谢谢我们家长会的导演 给我们教育局整个活动的支持 在各地方先感谢大家 那这疫情已经两年半了 改变了整个了 我们台湾的社会生活的很多 知道我们台北市在公司自卫教育 相当早 可是在前几年发发 顾客委的推展都相当广泛 因为人要改变行为不容易 所以直到在2020年疫情一爆发 刚好我们的定理建设做得差不多 所以就 那危机又是转机 因为人在 没有遇到压力 他非常改变这些行为 所以他以前顾客委拍很多影片 也放在网络上面 可是点凝率很低 一直到2020年疫情一爆发 要停课 不得使用 所以就快速整理 那也刚好我们的问题建设也差不多完成 所以在这两三年当中 在过去两年当中 我们台北市的智慧教育要非常快速的成长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 其实我们教育局还是 这几年在国际上隔壁 那是主要集中在支援 就是各样最后 那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知道 让这个 往路事件 变得更普遍 那原宇宙 事实上就是一个透过 各个资金产业 建立了一个虚拟安全 当然是这样 到底这个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坦白讲 当然有一句话叫 T1 limited by 有你的信念性 就只有你的想像会限制住你 所以 因为它技术可能也在进步 到底这个原因做会变得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我有点到是确定 就是说 线上线下的整合 包括教学 还有一个虚实的整合 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的整合 大概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台北市在109年 都开始在国中小开始购置VR的 那个口袋的这种捲示器 它设了一个3B军机中心 还有7个梅隔身份 我们就希望说 把这种智慧教育 带进去学校 那 那也因为我们应急的推广 特别在经过这个2年的疫情 因为整个智慧教育快速发展 所以教育学应用这个 应用这个群势 要开始推动于宇宙 那么不管是教育局 再推动于宇宙 还是分一个三个 一个是专业成长 学生学习跟感情留学 其实教育的本体还是老师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有效的 现实我们的老师 能够接受这种新的知识 再来就是学生 那怎么变成课程 让学生学习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环境 合并基地 才是进行的 那么目前我们 我相信说 如果用上课的方式 让学生去学习 比如说那变成一个工作 如果你把它变成比赛 你知道 你都不要想 那就可以工作到半夜两三点 所以我们现在有那个 台北市自动性应用大赛 原宇宙文化艺术共同化的竞赛 我们常常是用竞赛的方式 鼓励学生自己去努力 那么 原宇宙相关的知识 包括运算、思维、程度设计 STEP AI 量子电脑等等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 堪奖 感谢很多的老师 跟学生 应用这些科学知识 来实践我的指挥小师 那么 展望未来 你知道 刚才有一个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展示 我们那个原宇宙巡回广设计 因为我不太可能在每个学校 都放原宇宙设计 所以先放在巡软车上面 那就可以到各个学校去 那如果每个学校都有种子教育 再用那个原宇设计 就可以在那个学校 进行原宇宙的教育 那我们就说 今天只是跨车第一步 那在未来 它是这样 且战且走 永远的 保持一种 积极 向上的精神 你知道 去推广 这个世界上 当然这样 明天要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不知道 只是说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们又有能力 又有勇气去解决它 这就是我们推广这种 智慧教育真正的精神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北市智慧教育快速发展 元宇宙概念出现后 北市更积极推广软液体建设 并以竞赛方式取代日常科业工作 鼓励各校师生共同合作 取得获奖荣耀 同时也肯定合作企业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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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内湖公民会馆 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合办三堂歌仔戏的演唱 与身段体验课程 吸引了许多民众报名参加 在老师郭元瑜的用心指导下 学院们也在最后一堂课展现学习成果 大家收获满满 画面现场是内湖公民会馆 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合办的歌仔戏教学 透过三堂课程 指导老师郭元瑜手把手教导学员 歌仔戏曲调的演唱与身段技巧 在最后一堂课程中 也由学员们分组展现学习成果 与我们修美丽教学的 drivers 我们修美丽教师 老师当代印象助 mater 5号太牛 是的 要做 legal 要 слуш 真的加续ài助 因为那个其实我从小就觉得很喜欢看歌仔戏 那觉得说有看到有这个讯息觉得很棒 就赶快报名登记赞名额 那我先生他是对京剧比较有兴趣 他也是陪我一起来 其实这个戏曲都差不多 可是呢各有各的巧妙 所以呢我礼拜六在剧校学京剧 然后在这边学这个歌仔戏 我很高兴到这个年纪还能学到 因为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看的东西 现在外面已经很少了 所以希望多举办一点这种活动 我自己有在接触剧场的演出 然后在姻缘机会之下 我看到郭老师的脸书有这样的讯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参与的时间 因为在平日的下午 所以我就邀请我妈妈也一起来 我妈特别远从桃园一起来 然后我妈还说这三堂课 就要做一个简单的小声跟小弹的验收 也太难了吧 但对我觉得来说就是老师非常认真 在短短的三节课给我们又是弹又是声 还有一些剧场里面的圣诞金末丑 关于歌仔戏的一些的练习 那对于没有学过歌仔戏的朋友 其实是非常合适的来参与 然后拿道具 然后熟年生巧以及歌唱 妈妈你觉得呢 对啊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真的是很棒 老师很厉害 小蛋小生难不倒塌 而且将我们卡布抽龙 就让我觉得真的是幸运 很幸运很幸福的三堂课 老师在开课吧 是吧 对希望老师能够多多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多多学习歌仔戏 认识歌仔戏 我是从桃园中立这边过来的 那我觉得从小就有看歌仔戏 然后觉得歌仔戏很美 我是从桃园中立这边过来的 然后加上我觉得大事咧 我們要學下去 要團下去 所以我自己要來學這樣 來上這個課很開心 然後老師也教得很好 因為本身我就是戲曲學院的學生 然後來這裡也可以多學一種戲曲 畢竟我本來是京劇系的 來學歌仔戲 感覺很好 很有樂趣 然後而且老師也很會教 老師唱得也很好 然後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因為第一次參加這個公民會館辦的 然後感覺非常的活潑 然後覺得我現在對歌仔戲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這樣 因為這個歌仔戲就是唱台藝 所以要讓大家了解這個歌仔戲的文化 一定要讓大家了解這個台藝 藝人這個重要性 所以教大家唱歌唱曲 最重要就是這個歌仔戲的文化 就是這個四大曲調很重要 另外就是說這個歌仔戲 正前有一些很可愛的戲文 讓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這個不說很嚴重 讓大家這樣高興一下 所以有這個小聲還有一個小段 讓大家會記住 這個新段怎麼比 這個唱籃怎麼說 我們老師都說啦 這個唱歌要清 說口白要涼 所以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歌仔戲 是怎麼來表現 台灣戲曲學院就在我們內湖公民會館的斜對面 壁湖公園的旁邊 那戲曲學院本來就是擔負著 傳統戲曲的一個傳承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透過 推廣教育的方式 來讓更多的民眾來體會 傳統的戲曲的一個精髓 那麽我們館長書館的很用心 我們結合了我們的戲曲學院 已經叫復興俱校 那麽他們的學生真的 差不多小學 三四年級的時候才可以進到這個櫃校來學習 那我們今天讓我們的家長去體驗到 以前學習的人真的要學一個藝術是不容易的 那麽這樣之下呢 今天有這麽多的媽媽跟小姐來體驗到說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一個特殊的一個文化 那我身為胡彬裡的里長 我覺得很榮幸我今天來到這裡 看到很多很多的媽媽跟很多的年輕人 很喜歡學藝術 就代表我們在這裡尤其內湖區的地方 我們傳統藝術還是可以值得發揚官大 來參加的學員有親子黨也有夫妻黨 還有遠從桃園來的民眾 大家都很感謝老師以輕鬆有趣的教學方式 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歌仔系傳統文化 老師教得非常好 上課非常的活潑 好可愛 而且唱得非常好 每次上課我都覺得好像看了一場表演一樣 好棒喔 好開心 老師的教學非常的認真 而且也不常思的真的在手把手的教學 對 哈 心聽不懂 難道聽不懂 夯得了 搞覆 什麼 有espace 一兩五人換 三組 三組 講到 數兩三隻 紅包穿 數兩三隻 紅包穿 換我 爪 掌聲鼓勵一下 老師有去想要怎麼帶給初學者 怎麼去教初學者 然後如果說未來我有看到 就是初學或者是國外的朋友 他們有想要學的話 我可以大概怎麼跟他們介紹個來戲 然後挺好玩的 可以玩到很想玩的馬邊 點一下 上次講什麼 為騎摩托車就為騎馬 點一下 等等 好唱 風開 大人大利地南 大匹厘幹 抓anne 訊文 台語 �長 參加這三堂課讓我更熟悉 歌仔戲的基本 庞蕩曲調声段 尤其這一次有教小聲小彈的聲段 那更有趣的就是有教騎馬 這是一般可能在外面 可能比較沒有學到的東西 然後蠻開心的 所以這三堂課就是要 第一 歡樂 第二就是呢 我們要讓大家更看得懂 戲曲的表演 意象的表現 曲調之美 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希望可以讓大家體驗完之外 我們可以讓這個戲曲的流傳 大家會更有興趣 阿爸就阿 阿母就阿爸 這樣樓上就樓下 做回來學歌詞這樣 這樣大家就覺得這歌詞很趣 那公民會館 就是透過希望這樣的一個傳承 那我們也得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回想 那我們有機會 也會跟戲曲學院繼續合伴 不管是國劇的欣賞 或是其他的傳統戲劇 那讓我們可以 來體驗這一些傳統戲劇的滋美 在歡樂的氣氛中 歌仔戲體驗課程圓滿落幕 內湖公民會館表示 未來也將與台灣戲曲學院繼續合作 推出更多元的體驗課程 讓民眾有機會來認識傳統戲曲的文化特色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臺96.9聯合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 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必知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隨著疫情升溫 假消息滿天飛 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利用以下三個超實用APP 簡單操作快速查證 LINE訊息查證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證之訊息內容即可查證 另外還提供最新查核訊息 供民眾了解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搜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將收到的訊息整篇貼上 即可查詢是否為假消息 買GoPen 同樣加入LINE好友 當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轉貼到買GoPen 查證時可點選綠色按鈕 前往查證結果 也可點選橘色按鈕 直接將查核結果 轉達給親朋好友 記得收到疫情傳言時 不轉發多查證 散播假訊息不僅會發錢 還可能觸犯行責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讓我們一起對抗病毒正向防疫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